等我一聊 小店 Screw you Stop 你把我的钱翻我 我把钱翻我 唉呀太我打了人 把我的钱还来 一位年老的奶奶对着一个坐在桌前冷漠工作的年轻人说道 只见男子粗鲁地动手将奶奶推倒在地 这是另一个老人健壮连忙气愤地冲过来 他对着这个年轻男子就是一巴掌 但是奈何年轻男子的力气实在太大了 他一张把老人打倒在地 就在他准备第二次动手时 中围的人以及他的同事将他拉开 现场这才恢复了宁静 只是两位老人在地上疼着直觉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像野兽一样冷漠的男子究竟是谁 为何对待两个年始已高的老人下得去这么重的手 据了解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82岁老人叫石美玲 而前面动手打他的男子是他的亲外孙黄涛 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第一次起争执了 这件事情还要从停车场说起 当时在春州一小区停车场出口的地方 一辆宝马车刚一开出来就遇到石美玲上前篮下 而宝马车上坐的不是别人 这是他的外孙黄涛 可是面对自己外婆的篮下 黄涛表现得十分冷血 他见石美玲不肯离开就停下车 上前将老人打倒在地 而这一幕刚好被当时的小区保安看到 于是保安立刻前去复习老人并选择报警 石美玲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次事情会使祖孙两个的关系那样破裂 可是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石美玲会想去拦车呢 原来那一天 石美玲是想上外孙要回之前借的43万元 之前两人在借钱的时候也是打下了欠条 而当时黄涛也是承诺会好好照顾外婆 并信誓旦旦答应以后要给外婆养老 也正是这个外孙真诚的承诺 于是石美玲才决定把钱借给他 第击43万元对一个老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谁知外孙在拿了钱之后 就像撕掉了善良的面具 变成一个十分冷漠的恶魔 不知从何而起 黄涛就很少再去外婆外公家 而且对两个老人态度也是十分恶劣 在柔无可忍住下石美玲想让外孙 把这些借来的钱还给自己 可谁知外孙却翻脸不认人 直言钱本来就是自己的 这可把石美玲气坏了 再听人说欠条也是具有法律效应的 于是他在法院起诉了黄涛 法院也宣判让黄涛将钱 尽快还给老人 可谁知黄涛依旧是我行我素 没有半点悔改 其实祖孙俩打欠条真的十分稀奇 为何两人会弄到这个局面 原来当时黄涛谈恋爱了 他想要买房子 可是奈何自己身上的钱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他把目标盯上了一直以来 照顾自己的外公外婆身上 当时是石美玲的女儿向自己开口 自己当时就借出去了29万 之后黄涛又向石美玲借了不少 具体达到了七八十万 但那个爱就要买房子 那个丫头呢就问我借金 当时借了29万嘛 就拿起就跟他买房子 七八十万都盖着他了 我没有钱了 还有我爸爸死还拿着五万块钱的夫妻分 我老头子死也拿着五万块钱 如今的石美玲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了问题 于是他想要找黄涛要回一些钱 来作为他自己的养老本 原来当时石美玲的老公去世的早 因为小女儿原嫁了台湾 身旁唯一可靠的亲人 就只有自己的大女儿和这个外孙 我的外孙比白眼狼还狠 这是石美玲对外孙黄涛的评价 自己几乎把两代人所有的积蓄 全都用在了她的身上 她没想到外孙居然会这样对待自己 这些年外孙的房子和车子 有很大一笔开销全出于自己 可是外孙对此却没有一点表示 甚至连对自己一点问候都没有 甚至如今还对自己拳脚相对 石美玲的心就像叼紧冰窖一样 寒冷刺痛 那么黄涛为何要对自己的外婆 做出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二人为何变成了如今的仇人 我们带着疑问继续听石美玲 讲出一件更为过分的事情 一次她借住在外孙的新房里 当天已经是夜晚九点 黄涛从外面回来 她看着已经熟睡的外婆 心中不知做何想法 把外婆的东西全都丢了出去 还一把拽醒了外婆 这还没玩儿 她不听外婆说着什么 连打代踢的将外婆推出门外 睡着以后呢 她就喊我 把我喊醒 再说 哎 你怎么睡得过来了 我叫我就是睡一晚 她也没吃事 也没同意 也没不同意 就跑到外面 就把我东西丢过 丢过以后就 从前我出来 打得泪 打得老板 就打得他老头 一个杯子 就炸得他老头 到了 石美龄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自己出钱买的房子 就因为房产证写的是外孙的名字 自己就要遭受这样的待遇吗 于是这才有了前面提到了 法院起诉的那件事情 但是为何黄涛 却迟迟没有归还石美龄钱呢 原来在法律的审判书下来的时候 黄涛也是同意这个结果 他也写下了承诺书 说明自己会把房子卖掉 先还外婆26万 石美龄这才决定去法院 解封黄涛的财产支配权利 可谁知石美龄 左等右等 迟迟没有等到外孙的缓缓 这让他不禁意识到 自己被外孙欺骗了 面对黄涛的屡屡行为 身为女儿和母亲双重身份的 王美娟 又有什么作为呢 难道他打算是支持自己的儿子 这样做吗 王美娟表示自己 真的很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但是石美龄面对已经眼眶通红的大女儿 脸色很是沉重 丝毫没有爱意 我不再相信她了 任何的亲情都没有金钱在身靠得住 石美龄含兴地说道 因为当初自己信任女儿 所以把自己的全部积蓄 其实是先交给了王美娟保管 可谁知王美娟又禁不住儿子的买房的请求 就擅自把母亲的积蓄全部给了儿子 但是王美娟为何之后看到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一点表示呢 她真的发自内心的为自己之前所作有歉意吗 正当我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之时 石美龄决定自己亲自找黄涛要钱 这就出现了一开头的画面 已经35岁一直在岳父工厂工作的黄涛 面对两个老人的出现 还在十分平静地刷着手机 这个场面 最终也黄涛被抓进警察局而稳定下来 没想到在警察的调解过程中 黄涛直接说出 以老卖老等词语 这冰冷刺骨的蚊子刺痛了王美娟的心 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 如今竟然变得这么不近人情 这可是从小养他养到大的外婆啊 为何黄涛会说出这样伤人的话语呢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出现的黄涛的父亲 却特意找到我们 并且说出这个事情是另有隐情的 黄涛这时也平静下来 他说出当时赶外婆出新房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外婆如今的丈夫姚文远80岁了 与自己也是非亲非故 如果出现什么状况 自己也不想去负这个责任 而且他澄清 自己并没有赶外婆走 只是丢了姚文远的东西 也没有动手打人 讲一下 那天晚上 因为那天晚上 我大概十年钟都回去 我直接回去 就看到他跟那个老头子睡在我床上 睡在我床上 那个老头子跟我飞鸡飞骨 我80多岁了 万一在我家有个什么三三年短 这个责任谁负 到时还不是我来负 我来别人都可以负 所以我叫他们先走 你走不要睡了 我跟那个老头子走 然后那个位 我要回去跟他一起 两个人一起走 你当时有没有打过他 没打过 我是丢他的东西 你就把他东西给丢了 对 把东西扔出去 他也表示 新皇之后的换索与自己无关 都是中介想要卖房所为 根据黄涛所说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姚文远的出现 否则他们祖孙俩的关系 不会变得如此僵持 这个真的就是 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吗 姚文远对此表示 自己与石美龄 是在老年公寓认识的 年过八旬 依然选择在一起生活 其实付出了很大的勇气 出于对石美龄 独自一人生活的同情 姚文远决定与他 组成一个家庭 来更好地照顾他 起先双方的子女 都对此表示出质疑和反对 经过时间的证明 和两个老人的坚持 最终两人算是患难见真行 迎来了属于二人的幸福 但是幸福路上 还是有很大一个障碍 那就是在所有人 都在祝福他们的时候 黄涛依旧保持自己的态度 无论姚文远做什么 黄涛都不是很待见他 就在这时 我们了解到黄涛与外婆 关系变化 还有一半的原因 在王美娟的身上 因为外婆的许多事情 都是王美娟较疏 所以导致黄涛现在对两人 都是一样的仇敌的态度 这时我们又知道了 一个事实 那就是黄涛的父母 其实已经离婚了九年 黄涛甚至母亲 为自己买房买车 只是为了拉拢自己 他自己同意他再婚 可是黄涛 为什么这么不希望 母亲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呢 而且就算母亲 想要拉拢自己 为何黄涛还是把苗条 对准外婆呢 就在这时 我们把黄涛 施美龄 还有王文娟 请到了一起 三人一见面 形势就变得紧张起来 王美娟觉得黄涛 就是存在着不肖的举动 而找了那么多的借口 为自己开罪 而黄涛也有自己的理由 此时 王美娟面对母子二人 一言一行 满眼都是寒心 他只是希望黄涛 尽快把承诺 给自己的26万赶紧兑现 最终三人还是无法和解 而结束了对话 第二天 施美龄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他们依据昨天的事情 对当时的三人进行调查 面对姚文远伤情 派出所也说出这个事情的结果 要等待姚文远的伤情出来 才能做出决定 而法院方面 施美龄也是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限制黄涛的高消费行为 法院也受理对黄涛 采取强制执行 和一定的措施 黄涛本人表示 就会尽快将钱还上 外婆对自己的外孙 可谓是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可谁知会换来外孙的绝情 人心本是温暖亲情的 如果沾染了金钱的俗媚 就会成了刺痛亲人的利剑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看法 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